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嗨 你吃飽了嗎 今天我要做的這個是鯨魚素麵 上次好朋友淒淒來我家玩的時候 帶了一隻貓咪來指定要吃這個鯨魚素麵 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就拍一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用到的食材有素麵醬油 柚子胡椒 日式素麵 荊棘 小番茄 秋葵 食用花 乳酪片 和海苔 首先我們先來準備素麵醬油 那通常我們會準備這個小茶碗 在裡面裝大概六分滿的冷水 然後我加的是這個在百貨公司超市買到的素麵醬油 如果你沒有買到素麵醬油 你可以在一般的超市買日式醬油都可以 然後如果你是用日式醬油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點味醬油 那加的量大概是一茶匙 然後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鹹味 就是如果你喝下去覺得有點鹹 但用來沾麵就鹹度就會剛好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然後試試看鹹度 那我覺得鹹度OK了 那因為我個人很喜歡柚子胡椒 所以我會加一點 它就是有一點點辣辣的 然後會有柚子香 我們準備好的素麵醬油這樣子 就先放在旁邊 我們把秋葵切成一公分的寬度 這樣子它很切麵看起來會像是一顆星星很可愛 那我們要來切金魚 金魚呢 它就是你買這種圓圓的番茄 然後它地頭的部分可以當成金魚的嘴巴 很可愛 然後你就把它先直的對切 然後有一半留了這個嘴巴的 當作它的身體 弄一個給大家看看 然後剩下的部分切成穿形 然後或者是小小的 你等一下看了就知道怎麼切 反正就是一個是它的尾棋 一個是它的邊琴這樣子 然後把它擺在金魚的後面 應該這個步驟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我通常會在煮麵之前先切好 然後等一下麵煮好就只要把它擺上去做裝飾就可以了 金魚也要對半切 就是金魚是這樣 然後要橫的切 所以 就會變這樣 如果買不到金魚的話可以用檸檬片 可是因為檸檬它比較大顆就會沒有那麼可愛 那我們現在要來煮素麵 一個人大概一把 喔它一把蠻大把的 因為每一家做的素麵比較都不太一樣 你要稍微看一下 下鍋以後呢 就是你放的時候 其實你要放它成扇形 然後下鍋以後呢 用筷子把它撥散 不要黏在一起 那這也是為什麼需要準備一大波熱水 這樣子它們才不會黏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看包裝上 它寫說要煮多久 它這個是寫說煮兩分到兩分十五秒 那有一些麵比較細 可能時間短一點 可以看那個麵條 反正就是大概一分半到兩分半左右 這樣麵煮好以後 然後我們就把它裝到這個冰水裡面 這樣它會比較Q彈 然後也不會黏 黏在一起 麵煮好以後就可以煮秋鬼 然後秋鬼也是 秋鬼也是大概燙一分鐘就好了 就可以撈起來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冷麵 捲成一球一球的 然後呢你準備一個比較深的盤子 在裡面放冰塊 然後就把麵這樣子 我們把麵煮好以後 秋葵差不多煮好了 因為今天秋葵我要做涼拌的 所以我把它冰鎮一下 冰鎮好的秋葵呢 等一下可以加淋一點柚子醋 就變成一個涼拌的小菜 那我們現在要來裝飾鯨魚囉 首先呢我們先把鯨魚的身體 放在樹面上 然後用這個小面子 我覺得很方便 把鯨魚的尾巴放上去 然後我們點綴上一些秋葵跟荊棘 如果想要比較浮誇的話 可以裝一點這個食用花 最後我們還要做鯨魚的眼睛 那眼白的部分呢我們是用起司片 那你在選的時候可以選顏色比較白的 然後我今天是用這個擠花嘴 擠花嘴的這個圓形的部分 你也可以用吸管 然後就壓出眼白的部分 然後搭配筷子去把它放在鯨魚的臉上 然後黑眼球的部分我們用海苔 來搭配這個鴨海苔的表情的這個 可以在日本的小物店買到 大家做眼睛的時候 你可以先準備好就是 例如說吸管啊或者是壓抹器 然後來比對一下到時候做出來的眼睛 大概會長怎麼樣子 像我剛剛試了那個小顆的圓形 我就覺得它的眼球太小顆了 所以我想要幫它在瞳孔放大片 就給它一個比較大的圓形 然後我們用筷子的前面 把如果黏不起來的話就沾一點水 然後把黑眼球放到這個眼睛上 超可愛的鯨魚酥麵就完成了 那你的朋友來家裡吃都覺得超好吃的呢 除了可愛也非常美味的鯨魚酥麵 你一定要試試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忘記還有Q&A時間 那如果今天你不想要用番茄做這個鯨魚的話 你也可以用燙熟的蝦仁 一樣是會有點粉紅色很漂亮 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的話 你在這個麵的醬油選用的部分 你只要注意你不要買到鯨魚的 你就買昆布香菇口味的日式醬油 那這就會是一個素食可以用的料理 什麼是素麵呢 素麵其實有點像日本的麵線 那在百貨公司的超市或者是網路上都很容易買到 那跟中式的麵線不一樣 因為中式的麵線它還是比較容易會沾在一起 那素麵也就是我們常常在日本的節目裡看到 夏天的時候會在竹子用筷子接住的流水涼麵的那個麵條呢 就是素麵 今天如果你不用素麵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用蕎麥麵或烏龍麵來代替 最後記得喜歡的話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並且留言告訴我 你下次想要看我做什麼料理喔 謝謝大家 掰掰